是發總的原因 剛好掌聲聽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要持續為大家帶來是 《幻城戀愛》第三季的故事 那今天這條感情線可以說是 男的看完無眼女的看完爆擊 讓所有觀眾都看得非常傻眼的一條感情線 男主角名為曹輝賢 是一個鬥號頭單眼皮的小帥哥 好像每個男生都可以這樣形容 女主角名為李輝元 一個白天跟晚上長得完全不一樣 而且包包從不離手的神奇女人 而同樣神奇的是兩人的相遇 輝賢第一次見到輝元是在一部舞台劇的演出 輝元則是舞台劇的演員之一 而輝元第一次注意到輝賢 也是因為在舞台上看見了輝賢 總之兩人都注意過彼此但又不認識 時隔兩年後輝元鼓起勇氣 傳了訊息給輝賢 不久後兩人交往成為了CC不是範圍記 而是campus couple的意思 而輝賢的出現也打破了輝元的喜好 以往輝元都比較喜歡年紀比他大 而且穩重的男生 但輝賢完全不符合 但儘管如此兩人還是度過了 非常開心的熱戀時光 不過依照輝賢的描述 他似乎在讀書時期 有很嚴重的經濟困難 但後期花光以後就開始經濟緊張 不過輝元本身並不在意 也不在乎交往的時候多花一點錢 等輝賢出社會以後再回報他就好 但輝賢似乎不這麼想 他為了不想成為輝元的負擔 主動的提出了分手 不過提出分手的輝賢也很痛苦 為什麼偏偏在最累最窮的時候 遇到了最喜歡的人 覺得非常的遺憾 而為了跟輝元分手 輝賢選擇說謊 他知道如果只是說累了 狀況不好想分手 那輝元一定會挽留他 於是輝賢心意很跟輝元說謊說 抱歉我已經不喜歡你了 最終兩人也結束了五個月的短暫戀情 五個月就把積蓄花光 談戀愛果然非常的花錢 兩人分手一年後重新見面 可能是輝賢當時的狠心 輝元還懷恨在心 輝元並沒有想像中的悲傷落淚 反倒是非常的冷靜 不僅說自己過得非常的好 也沒有想起過輝賢 但輝賢也在咖啡廳跟輝元 解釋了當時分手的真相 並表示自己還喜歡著姐姐 但輝元鐵了心的跟輝賢說 可是我們回不去了 到底在演什麼犀利人妻 而且這季最一開始還有一個 因緣線的新橋段 輝元毫不猶豫的把它給剪斷 總之兩人在剛開取的時候 心態呈現180度的大不同 看得出來輝賢想要復合 而且也是輝賢找輝元來上節目 但輝元之前被輝賢的話傷得很深 目前沒有想要復合的打算 而輝元的做法也跟他在咖啡廳時差不多 一開始就跟光泰處得很好 很多互動也有點小曖昧 但兩人還沒半點進展 輝元就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前任身上 因為輝賢這邊就比較奇妙一點 雖然在咖啡廳的時候能感受到他很想復合 但可能是受到了輝元的影響 輝賢在公寓裡面非常的難以捉摸 輝賢走一個每個女生都想試試看的路線 簡訊也是每天都傳給不同的人 偶爾也會傳給輝元 但若有肆無的好感簡訊 也讓輝元感到非常的困惑 其實從節目中的種種跡象表明 比起輝賢,輝元才更想復合 因為每當收到輝賢的簡訊 或者看到他跟其他女生的互動 輝元的反應就會非常的巨大 而且在輝元眼裡是這樣的 節目開始以前說的一副多想復合 結果開拍以後倒是玩得不易樂乎 而此等光速改變也讓輝元非常的受傷 反正就是嘴巴上說的多不想復合 但只要輝賢稍微動動手指頭 輝元就會心軟 而輝元也沒了咖啡廳時的鐵石心腸 開始會偷偷的接近輝賢 如果兩人可以就此融化彼此的冰山 最終復合倒也是一件好事 然而劇情卻因為一包糖果開始急轉直下 某天晚上輝賢拿出一包糖果給大家吃 這原本只是一個普通到不行的善意 但這包糖果其實大有來頭 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收到一個前任包裹 包裹裡面是交往過程中有意義的禮物 剛才有提到輝賢在交往的過程中 經濟狀況不太好 所以能送的禮物並不多 這包糖果是輝賢當時打工糖果店的商品 而輝元一直很珍惜這包糖果都捨不得吃 結果看到輝賢這麼大方的丟出來給大家吃 輝元直接炸開最後躲到樓上脫穀 但輝賢的想法是這樣的 他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他跟前任的美好回憶 兩人在這件事情上的想法南遠北側 輝元是真的哭得很難過 上樓還得分兩段 反正後來因為一些小線索 輝賢有發現輝元可能在哭 但是他並不知道具體的原因 在九局結束以後 很多人都安慰著輝元 並鼓勵他去跟前任好好談談 於是輝元鼓起勇氣去找輝賢 結果他已經睡了 而輝賢也跟輝元說有什麼事情明天再說 結果隔天輝賢完全忘記這件事情 讓輝元氣到差點砍人 但偏偏就是這個契機 讓輝元終於開了桃花 在糖果事件的隔天輝元非常的沮喪 更沮喪的是還沒有人指定他出門約會 所以他只能在家裡當個深公怨婦 而剛好有個男人也在家 也就是接下來故事的男主角之一徐東正 兩人其實之前已經有過了一次約會 雖然感覺還不錯 但暧昧並沒有延續 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當東正看到輝元心情不好的時候 立刻變出把戲來逗他開心 也讓苦悶一整天的輝元終於露出了微笑 而當天晚上的九局 輝元的心又再度遠離了前任 當天晚上輝賢又把糖果拿了出來 輝元再次暴怒離席 而當天的簡訊時間 輝元居然傳了簡訊給輝賢 這件事情讓大家都意想不到 然而簡訊的內容也讓大家意想不到 我無話可說了到此為止 這是最後一封簡訊 看得出來從這天夜晚開始 輝元對輝賢可以說是徹底死心 與此同時輝元跟東正又私底下約會了一次 雙方的差距可以說是越來越大 而且輝賢完完全全沒有發現是糖果的事情 導致輝元看一次氣一次 某天輝元終於找到了跟輝賢單獨講話的機會 他直接把輝賢堵在了廚房 最後輾轉到了閣樓 輝元也終於跟輝賢說糖果的事情讓他有多不爽 但輝賢解釋說 他因為覺得這是個很美好的回憶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 簡單來說 輝賢不是故意要讓輝元生氣 而在聽完了輝賢的解釋後 兩人也解開了誤會 並突然勾起了小手手 好 故事到這裡我們先暫停一下 因為在輝元跟東正打得火熱的時候 輝賢這邊其實也有進度 他喜歡上了一個女生名為書籍 欸沒錯又是他 兩人有過幾次的約會 輝賢非常的喜歡書籍 但是在公佈年紀以後傻眼囉 別看書籍一臉又實樣 他也已經31 然後輝賢則是貨真價實的大學生 還是韓國三大名門的高麗大學 兩人差了整整6歲 但輝賢本人並不在意 還傳了簡訊跟書籍說 6歲也不算多吧 除此之外書籍超級喜歡 跟輝賢有肢體接觸 這件事情都讓輝元很不爽 好的有這些前情提要以後 讓我們再次回到輝賢跟輝元和好的晚上 原本以為兩人和好就各奔東西 但輝元的複合之心似乎被點燃 他接下來開始瘋狂的逼問輝賢 關於書籍的事情 他對書籍有什麼想法 是不是喜歡他 而輝元的問法真的太有攻擊性 導致輝賢只要遇到跟書籍有關的問題 就會選擇性的逃避 但輝元又會逼問他說 幹嘛只要提到書籍就轉移話題 搞得輝賢很痛苦 這段我個人也是看得非常的窒息 輝元真的是發瘋一樣的在逼迫輝賢 已經是到了有點可怕的程度 而在前往紀州島的路上 東正跟輝元配對成功 兩人一路有說有笑 跟前一天晚上的陰沉模樣完全不一樣 不過夜晚來臨 輝元再次變身 哇靠跟狼人一樣啊 但是輝元變身不需要滿月 只需要看到輝賢 在紀州島的第一個晚上 兩人一見面就開始劍拔弩張 輝賢其實非常的想睡覺 因為已經凌晨3點 但還是願意跟輝元聊聊 不過氣氛非常的沉重 而且談論的內容跟之前一模一樣 就是輝元非常不開心輝賢跟書籍的互動 還暗示輝賢應該對複合多展開一點行動 而且不管什麼話題都能扯到書籍 當時就在討論輝賢身為老妖的事情 輝賢就表示不想當老妖壓力太大 輝元就問說你覺得誰會壓力大 是不是你的書籍姐姐 三句話離不開書籍 搞得輝賢超級崩潰 最後輝賢說他還需要一點時間 好好的理性想法 輝元卻希望輝賢現在就給他回覆 決定要復合還是追求書籍 現在就告訴我 這壓力大到把輝賢瞬間壓成鑽石 最終討論沒有結果 輝元摸摸鼻子自己離開了房間 結果沒多久後 輝元又回到了輝賢的房間 此時已經是凌晨五點 隔著螢幕都能感覺到輝賢的臉有多臭 最終的結論是 或許兩人約會一次就會知道心意 其實這段我對輝元的想法真的是大打折扣 我覺得對前任友留念不是不行 但輝元的做法真的很窒息 與其說是溝通 輝元更像在施壓 一開始還不能理解輝賢 幹嘛老是想要逃避輝元 到了紀州島以後完全可以理解 況且你自己不也跟東正玩得很開心 怎麼到輝賢這邊就像犯了滔天大罪 而且後來輝元也跟東正多次的出門約會 東正瘋狂的對輝元丟職球 心意非常的明確 而在東正的職球告白下 輝元也覺得現在的自己可以好好的祝福輝賢 結果話才剛說完沒多久 輝元立刻搞事 當時有一個幫前任選約會對象的環節 輝元最後並沒有讓輝賢跟書錦約會 而是選了一個完全沒交集的女生 最後也跟輝元計畫的一樣 兩人的約會絲毫沒有擦出火花 而就在一切都看似定局的時候 輝賢卻突然做了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在洗碗的時候突然約了會員去散步 之後更是久違的把簡訊傳給了會員 而簡訊的內容是這樣的 你一定又傳給了東正吧 但不管怎樣我都要傳給你 我們去散步吧 當時我看到這段的時候 反應跟主持人一模一樣 啊 撒小之前不是已經切乾淨了嗎 怎麼現在又開始量子糾纏 而最困惑的莫過於會員本人 他覺得非常的煩惱 找不傳玩不傳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也讓會員非常的動搖 輝賢表示他很在意會員跟東正的進度 因為在他眼裡兩人已經是百分之百的情侶關係 但這件事情被會員否定 反而非常生氣的開始念輝賢說 只有第一天注意過他 剩下的時間眼裡都只有書記 而且也討厭兩人的各種肢體接觸 也承認昨天的簡訊讓他非常的動搖 但輝賢卻突然開始誇起了會員 還開始對會員鬧起了小脾氣 雖然不是很直求的告白 但你也能感覺出來 輝賢還是很在意會員 結果講著講著簡訊傳來了 曹輝賢李書錦約會配對成功 欸是的 沒錯 在這之前有個指定約會的環節 要兩個人都互相指定才會成功 這件事情就讓會員超級傻眼 他對輝賢是越來越看不懂 如果你喜歡書簡的話 就用力去追沒關係 但如果你想要復合的話 也希望你可以堅定的站在我這邊 但輝賢的情況是每天都搖擺不定 這就讓會員非常的煩躁 而輝賢目前確實也沒有一個堅定的想法 而且輝賢屬於那種 雙方都確定有好感後 才敢表達自己想法的人 但是他來這裡後 並沒有產生那種確信感 不過輝賢的搖擺不定 更多是因為會員的關係 來到紀州島以後 輝賢發現自己越來越在乎會員 也想天天傳簡訊給他 但想到會員跟東正已經發展得這麼好 現在傳簡訊會不會造成他們的困擾 也很後悔在首爾的時候沒有早點行動 因此錯失了兩機 聽到輝賢如此說到 會員也沒了之前咄咄逼人的慈態 他其實很希望輝賢能稍微主動一點 就算發現兩人真的不適合 輝賢最後要改罪書簡 那他也不會有意見 反倒是輝賢不斷的轉移目標 讓所有人都看得很迷糊 而兩人明天也各自有約會 輝賢跟書簡 會員跟東正 兩人也說好要在明天的約會中確認自己的心意 先來說說會員跟東正這組好了 反正因為昨天晚上跟輝賢的談話 會員今天是不太想出門 而且昨天東正因為一些原因 並沒有把簡訊傳給他 所以兩人之間有點小誤會 不過東正還是找了個機會解除誤會 兩人感情再度升溫 會員還很自然的勾住了東正的手 反觀書簡跟輝賢這邊就不太妙 兩人沒什麼深度交流就算了 還都在講其他人的事情 就是姐弟出門完全沒有火花 而在當天晚上的真心話時刻 大家的心意也逐漸泣 會員被問到你現在心中只有一個對象嗎 會員給出了肯定句 也就是他現在心中只有會員 而會員也問了情敵東正說 你現在最警惕的人是誰 東正也毫不猶豫的表態就是前任會員 而當天晚上會員也收到了兩封好感簡訊 第一封當然來自東正 今天也謝謝你一起努力到最後吧 就是希望會員不要對其他人動心直到最後一刻 第二封來自於會員 但他只寫了一個字 好 這封簡訊沒頭沒尾 讓會員完全看不懂 不過會員也知道會員一定猜不出來 所以應該會跑來問他 這個就是他的小計謀 可以說是相當的無聊 而會員這邊也同步接收到 會員將簡訊傳給東正的消息 看來會員目前還是沒有回心轉意 但對於東正最大的危機 莫過於節目最後的前任約會 看著會員開車會員感到很奇妙 畢竟曾經交往的時候只是個窮大學生 現在開起車來突然有種長大的感覺 而在最後一次的約會中 會員想要知道會員現在的心意到底在誰那邊 而會員說每當會員傳簡訊給他的時候還是會動搖 但因為會員太晚開始行動了 所以他才沒辦法鼓起勇氣轉向會員 言下之意就是 會員原本有機會但錯過了最佳時機 在聽完了會員的回答後 會員也在最後時刻流下了眼淚 其實會員並不想哭 他擔心自己的淚水會影響會員的選擇 而在短暫的前任約會後 兩人也各奔東西 會員跑去跟東正約會 會員則是回家睡覺 話說這季的前任約會真的很短 每一組都是話還沒講完就被迫結束 而兩人在咖啡廳的最後對談 也決定了兩人的最終決定 會員儘管知道自己沒有機會 還是鼓起勇氣選擇了會員 而會員也是沒有意外的選擇了東正 至於東正有沒有跟會員配對成功 我們要等到下集再說 畢竟東正他本身可是有著一段13年戀情的拉扯 也是節目中一段非常精彩的主軸 不過讓我們回顧一下會員跟會員這對無緣前任 兩人真的是各種錯過 但我覺得也跟他們的個性有關 會員就是那種想復合但又拉不下臉來主動 然後會員是那種你如果不確定喜歡我 那我也不會輕易的說我喜歡你 反正兩人就某些層面來說都很被動 然後會員又是整鏡裡面最讓人摸不透的人 雖然表面上很喜歡舒錦 但從頭到尾也沒啥具體行動 看到舒錦跟其他人搞曖昧 他好像也沒有什麼差 感覺就只是幾個沒日任務 而且他真的是那種很老實的人不管什麼事情都會很老實的跟會員講 連修飾都不會修飾的那種 會員每次聽到他跟舒錦的互動就會抓狂 然後一看到會員抓狂 會員就會開始逃避跟會員談話 也就導致這條感情線遲遲沒有進展 並且進入無限回圈 我覺得會員不是個壞人 只是在感情方面比較被動跟封閉 所以在節目的最後 我看到會員流眼淚其實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可能是會員整氣下來第一次承認自己的真實情感 但是當他開校的時間真的太晚 最終也來不及往回情人 好的在節目結束以前簡單補充一下重能後續 首先是灰險的部分 在節目結束以後在IG上發了一篇感謝文 謝謝網友們的指導跟批評 對自己在節目上的行為深感抱歉 希望自己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哇這季每個人都在發道歉文是怎樣 觀眾真的很嚴格欸 不過貼文不算太多 穿西裝的樣子是真的很帥 還有去泰國玩 看來跟上一季的員兵一樣是來賺通告費的 至於會員這邊就沒有太多的資料 可是IG的照片都超正是白天版本的會員 好的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imon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